Hello,我是Leo 今天就來講講這部 自由高達 相信這部機的人氣應該都幾多人都很喜歡 其實要做這部也不難的,你可以 去到後期直接商店買就行了 然後它的武器 至於它的武器,即是它的槍和雷射軍刀 都可以後期直接在製武器製作出來 不需要製作某部高達再改造,再衍生出來 直接用一製,可以製作出來 級數也是81級,要求不是太高 之後就... 看看能力,不過我這裏還未升到它有能力 看看它的基本性能力 武槍精術 雙轉移裝甲 呃... 即是... 怎麼說呢 終於是它的原作,SED系列 這個物理抗性加2.56 它們的PS裝甲和雙轉移裝甲 都是防實彈攻擊的一些特性 全部都是加物理抗性 然後核分裂爐可以加這個輸出功率 但其實都不太用得著 反而今集的輸出功率 沒有第一集那麼誇張 第一集試過有些武器是... 譬如... GN300劍和天使高達那支... 雙管破壞暴槍 它那些... 輸出功率真的可以用很多 基本上你如果要裝... 裝一個天使... 那支炮的話呢 你... 基本上格鬥那裏... 你... 基本上你是裝不到武器那裏 那裏的 然後如果你... 又要裝武器 啊... 即是這裡又要裝一把武器 接著又要裝一支天使炮 或者你裝一把GN3的劍 接著又想裝一支... 小槍的話呢 你就一定要... 去那些... 額外晶片那裏加那個輸出功率 不過那時候也是第一集而已 這集其實基本上沒有這個問題 除非你是HG用MG的... 武器啦 或者你是用一些... 非常之高級的武器 即是譬如... 你部機本身是一兩級的 但你的武器就改到... 那裏差不多滿級 比如HG你部機可能一兩級 但你的武器已經改到二十級 這樣可能輸出功率就... 跟不上了 基本上你這招... 平均... 你那些... 你那些... 零件那些級數 別雙差太遠 其實就是... 即是這... 即它這個核分裂奴的 這個輸出功率 其實... 不是太用得著的 實際上就真的... 比如看看... 加軍刀,很標準的一個能力,手再加近戰武器軍刀 接著頭就加上步槍,很標準 又是雙自尼裝甲,推進器,衝刺速度,移動速度 追求這個機動性,自由高達 又是雙自尼裝甲,基本上他全身都是雙自尼裝甲 對翼就可以加招必的威力,完全爆發,威力加2000 即是全彈發射,不知為何會叫做完全爆發 因為我看這個名字都不太明白,是甚麼來的 原來是全彈發射,即是他招聖國技 飛翼之甲,又是加充置速度,推進器,容量 又是追求機動性 盾牌要講一講,盾牌因為不能直接弄出來 反而正義的盾牌可以直接弄出來 這個盾牌其實都不是很複雜的,你首先 去弄這個突擊高達,突擊高達就可以直接弄出來 然後突擊高達直接改造,改造一次就可以弄出來 這些材料都是用一些基礎材料 很普通的材料,材料方面就不說了 總之就是用突擊高達,記住突擊高達 弄出來,第一角衍生的,不用自由高達 搞定了,全身裝備就是這樣 反而自由高達跟第一集比起來的變化就不太大 第一集也有這部東西 但是那個變化就不算太大 都是有支持鬼炮 對了,還有他第一集這招 就是等離子雜速雷射炮 就是他對翼上面那兩顆雷射炮 第一集是EX技能 但是今集就變成了這些選擇性武器 變得跟雷射炮一樣 主要變化也是這裡 還有還有船彈發射,完全爆發了 傳染彈發射就...威力就比第一集高了 但是... 那個範圍反而在這裡就收窄了 變成這個...直線輸出 我記得第一集是... 第一集是... 像動畫一樣 是一個... 以自己為線型的打出去 一個大範圍 反而今集變成直線 這裡的範圍弱化了 感覺上... 最好用的是持鬼炮 持鬼炮 最好用的是這個招 可以... 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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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大家嘗嘗一下 要找回關... 什麼呢? 找回關... 自由攻打的話就... 要是守護大天使號 自由攻打吧 守護大天使號 啊... 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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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招雷射炮 變成選擇性武器 所以他EX技能那裡都是... 變成預設技能 他自己本身的裝備已經是... 沒有任何EX技能附帶 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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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一些... 很普通的打法 啊... 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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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一些基本的打法 這樣打... 用上去就... 他機動性其實不錯 算是... 他... 呃... 當然不夠那些 有一家... 呃... 加硬值取消那些機的厲害 比如說那部 突擊自由 命運 不夠那些快 就有行命 因為命運那些又有光翼 突擊自由那些又有一個... 呃... 類似一個... 類似一個光翼的效果 不夠那些厲害 但是他部機本身的速度都OK 我覺得升滿... 因為其實他加機動性的額外能力 我都未升滿 其實... 升滿了之後應該其實都... 幾何觀的 反而這支槍是... 直接... 那支槍是直接飛一炮 反而好像...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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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特別的 一部... 一部... 比較強的一部普通機 哈哈 因為他... 怎麼說呢 嘖... 他講威力的話 他又不夠... ZZ啊... V2那些光翼啊 還有神高達那些... 爆裂神像那些高 說威力他又不夠那些高 然後說這個機動性他又... 對啦 又沒有... 命運那隻光之翼 又沒有突擊自由那隻... 那隻... 加機動性那對... 那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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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射炮都不是太好用的 說真的... 因為上一集... 第一集那時候是EX技呢 這支雷射炮... 起碼都... 因為EX技有無敵時間 但來了今集... 雷射炮... 變成選擇性武器 就沒有了無敵時間了 間接上... 所以有時候... 譬如遇到這些有把體的機... 你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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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很容易就被其他機打了 因為你射他同時你自己又會定在那裡... 他又不像瓷鬼炮... 瓷鬼炮... 瓷鬼炮就好用很多了... 直接... 射一炮... 然後就可以馬上走人了... 相比起來說... 不用說定在那裡... 有怕被人打... 之類的... 用一支全彈發射... 等等... 一直洩... 完全是一直洩... 完全沒有擴散... 直到不得了... 雖然威力是高了... 即是... 他可以... 有對翼可以... 加個威力... 但是... 那範圍就... 實在... 有點... 悲劇啊... 我範圍... 真的有點悲劇啊... 我範圍... 這裡就差一點... 我範圍真的... 喂... 正義啊... 真是冤家路窄啊... 咦... 只有一步呢... 好像是... 不要記得這關... 太久沒玩過之前的關... 草滿項醒覺再跟你打... 啊... 啊... 鬼鬼窄... 啊... 啊... 都是覺得... 第一集招... 全彈發射... 好... 好...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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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覺得... 全彈發射... 好... 她都說了... 啊... 以前我叫她做彩虹炮... 啊... 今集就有點可惜了... 哎... 她改了範圍... 收窄了... 啊... 那整部東西,再講多一點點 整部東西,講一下它用什麼裝備 本人感覺而已 它有些額外晶片可以加,因為它的瓷鬼炮實在太好用了 所以本人推薦加自動填充器 選擇性裝備的填充速度可以加快 即是它這支瓷鬼炮,射完之後可以快點回回 因為它真的... 除了用全彈發射之外,我用得最多就是它的瓷鬼炮,太好用了 其他的EX技,因為它自己沒有附帶EX技 都是用一些預設的EX技,幽靈射擊,暴風斬那些 但你這些...去到後期,其實真的... 沒有什麼作用的,其實 池鬼炮反而更好用 而且池鬼炮你升滿隻腳的威力 你飛一炮,其實可能... 跟你這招射擊的傷害差不多,可能有時候更高 那就是這樣,我都是加了自動填充器 那今集就... 來到這裡先,分享這部,自由高高達 我們下集見啦,就是這樣,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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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